百度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亦凡 很荣幸代表大家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向医生提问 请问假期后大量返程的同事 还有假期后返校的学生该怎么提高自我防护 上班以后呢,有大量的返程人员 我们怎么能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返程人员呢,其实它不是一个危险 我们呢,只要采取相应的一个正确的措施 我觉得就不会对我们有威胁 首先呢,对返程人员来说的话 您可能需要一个14天的一个居家隔离 比如说在家办公啊 那么呢,在这期间呢,要特别注意 自己是不是有发热啊,合作啊 身体不适的这些症状 另外也有些返程人员呢 可能他不得不他要上街啊 他要去,比如说跟同事有一些接触 就得执行非常严格的防护措施 比如说您必须戴口罩 及时地洗手 注意呢,如果打喷嚏啊 要注意一定跟周围的人 有一个隔离的,一个防护的措施 另外呢,保持一定的距离 一般来说,您不戴口罩的情况下 我们觉得两米的距离可能基本就安全了 戴着口罩也需要一米以上的距离 感谢医生的解答 更多防护知识 关注百度百科医连